各位欢迎大家来到这个 BRC的这个训练的这个 时间段 然后呢我就是Michelle 然后呢Megan呢就是我们BRC的这个经理 然后呢我就是这个的技术方面的这个 激训的人员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 会有一系列的一些训练的 然后呢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的背景调查的这个系统的 那我们呢就是有这个的新的系统 然后我们大概一年前之前呢就介绍了给你的 然后我们当时候呢在我们网站上也有这个的视频的 然后我们当时候呢就是听到很多的一些回馈 然后我们的负责人员呢就是谈论过 然后就想给大家之后就提供一些 现实的一些培训 然后也有一些录影的一些视频 然后可以在网站给大家去看的 然后但是我们就是想给大家提供这一些的训练 然后就是可能有两大三个的一个培训的时间 今天呢就是一个大概的说一下这个的计划 我们的这个责任是怎么样 就是双方的责任是什么样 然后就确实呢是怎么呢 就是把我们的各位人士就是加到我们的系统里头的 然后我们就是也有电邮就是会之后会发给大家 就是之后把几周之后就是第二个的一个实践段 然后同样就是也关于我们这个的BRC的这个系统的 然后如果我们有需要有第三个这个实践培训的话呢 我们也会有的 然后我们想做的话 我们就想每一季度都会给大家的 如果你们就是没有参加到上一次的话 那之后呢第二第三部分呢 你们也可以参加的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的培训 就是因为我们想大家就可以理解到这个BRC的这个规范是怎么样 然后你们就可以尊崇到 然后拿到牌照 然后就确保自己是可以尊崇到了 那我们现在就会去我们的网上看一下 那如果你们去massmass.gov.eec的话 那你就会来到我们的这个准备面 然后呢我们是有很多的一些资讯的 然后就是有关于我们的不同的项目 然后就欢迎大家就是来搜查一下 然后今天的特别这个的培训呢 是关于这个背景调查的这个检查的 然后你可以就是滚到下面 然后这个说说你想做什么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EEC的这个背景调查 然后你就按那个按钮就可以了 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页面的 然后呢这个的背景调查呢 就是有几个事情的 然后呢就是我们会做这个的形式的记录的 一个内查的 然后呢同样呢也有这个DCF的调查 就是从这个的小孩家庭的这个部门去检查的 然后这个SORI呢就是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是一个性罪犯这个记录的 然后这个部门呢就是SORB 然后就是这个的麻省的这个性罪犯的这个部门去调查的 然后呢同样我们也会有一个其他州份的一个背景调查的 就是如果你过去5年你不是住在麻省的话 那也是呢可以去做这个背景调查的 那如果你再滚下去的话呢 我们就是有几个按钮的 那这几个按钮呢也是可以帮助你做这个背景调查的 然后呢就是有这个的 第一个系统就是你可以就是登录去那一个系统来的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看一下你们有没有什么需求 你们呢就可以提加一个通知 然后就是得到帮助的得到解决的 然后之后呢这个FAQ呢就是说 有什么的问题是过去经常被问到的 那这些问题都会在上面就是有答案的 然后呢你也会可能会想熟悉一下这个BLC的这个政策是怎么样的 然后呢今天我们这个培训呢我们就会给你过一下这些的政策的 同时呢我们也有这个BLC的这个的培训的一些资源的 然后这个第二个按钮就可以看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工具来的 然后这个呢就会跟大家过一下这个BLC的这个政策 然后呢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是一个所有的这个持牌者都是呢熟悉 这一些的背景调查的这些政策的 然后这个背景调查呢 每三年呢就会做一次的 那所以基本上呢做好了之后就是有三年有效的 然后你就可以去打指毛的 然后但是呢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情况呢 有可能呢也是三年之内也要再多做的 但是这个是特别的情况的 然后但是基本上呢都是每三年才做一次的 然后呢我们同时也想 你就是留意一些的特别的一些时间表 然后呢要知道每一个候选人呢就是21天内就是收到这个信件 21天内呢就要去做这个打指毛的 不然的话呢没有做的话就会那个系统呢就是会在45天内就会被关闭的了 那变成了又要再重新再做了 那知道呢同样就是如果你是外州的话呢也是有提供这个主物的 如果你过去五年你不是住在这个麻省的话 那你也会有需要呢会要做这个的背景调查的 就是外省的这个背景调查的 那我们就会要看一下到时候就是每个州份的需求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 一心呢是自己不可以做的 那我们就是会告诉那些外省的候选人 你们需要做这个过程的 那如果候选人是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内去做这个背景调查的话 那你们就会不容许呢被加入到这个计划里头 那同时呢又要再重新再加入这个计划 包括呢要重新打指毛的 那最后的呢 就是有关于候选人 然后呢如果是我们有跟候选人就是提出要求呢收更多的一些稳健的话 如果候选人是没有回复的在实施每天内的话 那同时呢也会被登记为就是不符合资格 然后呢不然呢就会同样的就会被提出这个计划里头 不要重新再做 所以就是为什么啊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些的时间表的 那所以我就想确保大家是熟悉这一页的 然后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些BLC的这些政策 然后有一些呢是过去几个月是有更新的 那所以我们其他也会继续再更新一下这个网上的一些内容的 那所以麻烦大家就是经常呢就会看这个的网站 那变成你就会熟悉这一些的BLC的这些 比如说谁是需要做这些背景调查等等的 那一般来说呢就是所有的这些候选人呢都需需要做这个背景调查的 然后候选人就是意思说你有去当机去报名任何的一些计划的 然后如果你是有一个没有监控的情况下呢你可以跟这个小孩交流沟通的话你就要需要做这个的背景调查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网站 那我们现在会介绍一下我们这一个的同意书 那希望大家就是已经看过了 然后我们在9月2023年的时候已经有这个表格了 这个就是最新的 那如果大家不是用这个表格的话 那麻烦你就是从这个的网上的这个系统里头就是拿这个的表格的 因为这个表格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之前都是有一些内容是更新的 所以就希望你们是用这个最新的这个表格的 然后我们就是有这个的权限 然后可以做某一些的背景调查的 然后你也是呢进去网上的那个账户 然后就可以下载到这个表格了 然后在这个同意书里头你可以看到有这个Lead这个项目的这个号码 然后你可以透过这个BLC的这个网上账户的话 你可以会找到这个项目的号码的 这个项目的号码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号码 那所以我就是让请你们就是作为这个的系统的行政人员或者这个的持牌者 然后你就可以去填这个表格 然后你们呢也是要选择你作为候选人 你们就是去让记作那一个的职位的 你们可以就是垫子去填写这个的表格 或者手写去教也可以的 如果你是手写的话 麻烦你们都是你们的字要写的清楚 那大家都可以去看到 还有明白这份文件的内容 然后到填这个个人的资料的时候 那麻烦你们的候选人的名字呢 就是跟你们的这个法定名是一样的 这就是跟你们的身份证上面的名字是要一样的 例如说你们是用这个护照或者这个身份证的话 是要跟这个的身份证上面的名字一模一样的 那这样呢就是可以减少很多一些的问题 因为尤其是做打指楼的时候 哦这个是很关键的 这是所以这个要是完全吻合的这个名字 打指楼的时候 这就是麻烦你们 就是写完全一样的这个名字 过去呢 我知道有些人呢就是也是很熟悉这个的安排的 那同样的就是我是要求 比如说中间名呢也是需要写 都是完全完整的一个姓名 那我知道下面要问一下 比如说你有没有过去的一些名字 你是有用过的 比如说是你的出生的那个姓名 然后还有或者有没有一些名字呢 那是中间有一个横线的 那或者有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小名 有用过的那这些都要包括在那边 那所以我是需要大家是填写所有的名字的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的电流地址 这个呢是需要填写的 然后这个是需要一个特别的一个电流地址的 不是可以跟其他人分享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会主要 VC跟大家沟通的一个方式来的 那所以呢非常重要的就是 大家有写到这个电流地址是写正确的一个地址 那变成了你们就可以 收到所有有关于这个BR4过程的这些网线的 那所以我们让大家填写的这些呢 都是的内容的都是一定需要填写的 这里看就是包括你们的出生 城市周份国家出生日期等等的 然后有关于最后的这个的 社会安全号 那通常呢可能会只是要填写最后四个字 但是这个我们是需要填写最后六个字的 那这个就是大家要留意 那确保大家是有最后这个六个数字的这个社会安全号 那同样的这个是必要填写的 除非你是从来没有收过这个社会安全号的 然后呢 我们呢有关于这个性别性别的这个身份的时候 我们也给大家有多个选项的 那我们也是尽可能有多少的系统 我们是可以提供给大家我们都提供多少 那如果不是男性不是女性的话呢 你也有可以写其他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暂时能够提供给大家的选项 大家之后会看到的 然后之后就会要填这个的现在这个的柱子 就是你现在柱子是在哪里 那如果你的这个收件的地址是一样的话 那你就在这个小梗子里头打勾就可以了 不然你就再填一个不同的收件的地址 然后呢有一些要关注的一些新的东西呢 就是说一个外省的一个地址 那这个呢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呢 不是在马省居住的话 或者呢过去五年呢是不再住在马省的话 那你就麻烦你 可以呢就是要填写这一些的地址的 这是给我们记录用的 那比如说如果有一些的日记 你不是太清楚的 比如说你只是知道五月住在外省 那你就可以写哦五月一号2024年 然后就从那里开始就可以了 然后反正就是说外省的地址呢都是要填写的 然后我再滚下去 然后我就需要大家就是在阅读所有的这些文件的 在你们签出这个文件之前 然后基本上就是说同意 你们是同意这个EEC去进行这个背景调查的 然后呢如果是候选人是18岁以下的话 那他们的健康人呢就是需要也签署这个文件的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新的这个表格的 如果这个不是你们现在用的话 那我们就请大家用这个表格 那同样你们可以在那个背景调查的这个系统里面 那么谢谢我们现在来转到这个VRC Program 我们现在在这个主登录页面 你要做的事情呢要输入VRC Program 这个呢就会给你带到你需要登录的官网页面 我是今天被允许的可以今天进行培训 所以我进到的是不同的页面 那么需要你需要就是允许你进行职业的这个邮件 就是用它来进到你的这个 如果如果你还没有被这个做你的预先的这个 你需要预先设好你的账户 我们要稍后呢我们会教你如何来进行这个 那今天呢我现在给你做一个假设的这个邮件 我会输入我的邮件 这是我收到了这个邀请的邮件和我的密码 这个是你要填在那个同意表上的 然后我点击登录 他可以告诉我 他需要认证 他们会给我发一个这个认证号码 我们会有一个多维号码的一个认证程序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这个Gmail的邮件邮箱 那么你会注意到收到了来到微软的一个邮件提醒 告诉你的这个认证号码 这个就是你的认证号码 你用这个号码分这个 你如果像我一样使用的是Gmail邮件呢 Gmail邮件呢 可能会给你发多个邮件 那么你去粘贴复制 然后把这个认证号码 复制到这个邮件里 那现在呢我会 一旦我输入了正确的号码 那么官网就认证了我的邮件 如果你是输入了错误的号码 那么他会告诉我你没有接受 你会再试一次 那么你还需要密码 如果你有时候忘记了你的密码 可能也会登录 可能也会这个弹出这个页面 但你登录了之后呢 VRC这个 VRC这个项目的这个门户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门户的页面 左侧面有 有一个这个 Dashboard 就是一个总控表 总控 等一下我会来到这 接下来呢 你如果点击这个呢 你轻轻的点击他 你就可以看到他说是这个提交指数 会告诉你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被选资格的 被选者的信息都在这里头 比如申请者的名字啊 他们可能会是在正在处理 已经获得住 有的是已经完成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 所有的工作人员的信息 处理你的申请表 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的信息 也会展现出来 我们的设计呢 是比较精准 那么在这个 未激活的 这说明是这些人 已经不为我们工作了 那么这里是显示的这个新提交 你可以看到新的 申请人 接下来是BRP这个支持工具箱 早期的我们看到那个网站上 你可以点击他 就可以直接会带你到这个 一个 Ticket 如果你有问题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提交一个这个问询 问询表 那么下来还有一个这个培训 一个环节 轻轻点击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 那最后的一个图标呢 就是和我们一起合作的 这个合作伙伴 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报告 你可以看到相关的 ERC经理级别 或者是上级的一些这个 报告 如果你是第一次呢 你 你如果实施经历的这个 成立的过程 你可能要经历20小时才能看到这些报告 那今天我的目标呢 就是给你一些基本的认识 那现在这一点呢 我们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个申请者来加入这个Poto 你签了这个同意表格之后呢 那么只要申请者给你提供了他们的同意表格 那么如果你要被认证可以宣读可以阅读这些表格呢 那么你可以使用你的六位的设案号码来参加 我们来举例 我们来举例 用一个申请者的社保号码 或者 我损失的他的是 John Ryan 他的出生日期是80年 你看到旁边有一个这个问题的一个框的 清点它你就可以看出来有些信息 也是另外一个候选者 那么这个名字呢应该 同意表上的名字应该是法律的名字 你看到一下 加拿去看这个申请者是不是有这个社会设保号码 这个作为默认的一定是有的 因为很多人都应该大部分都应该是有设保号的 有的人呢没有你就点点击没有 那么你要输入你的六位的社保号码 刚才呢我们要提到了 如果你需要同意表格呢 这里就可以点击可以获得 同意表格的一个地方 点击下载表格 这样呢你就可以在你的电脑上保存一份 稍后可以填写 那么申请者同意收到了 我作为项目的代表呢 是确保 我已经收到这些 同意书同意表 我点击是的 然后点击搜索 那么你可能会想说 为什么我们要点击搜索呢 那么任何时候 你进入到这个BRC的这个项目 门户里面呢 你可能会需要去搜索其他的申请 那么你可能需要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申请者 已经在我们的项目里面了 那么你是否有那已经有了这个申请者 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那么John Ryan 是不是目前的我们的现有的申请者 那么我们需要为Ryan先生申请 创建一个申请表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新的表格的提交 那这里是这个项目呢 你就可以选择 你要选择哪一个项目 或者说地区的 比如说Ryan先生在外当地的工作 当地地区的项目 我们举个例子 说Ryan呢 选择的是DK Resident Program 3 你可能后面会看到一些这个P P号码 P编号 那么通过这些P编号呢 你就可以意识到你是否 有选择的正确的项目 这个人呢 这个个体呢 他不是是BRC项目的行政人员 还是工员 还是义工 还是这个学徒 还是一个同行 好 那么我们作为这个雨伞组织呢 我们是被授权可以登陆的 所以 这因为这些孩子可能已经在我们的项目的这个Pot里面 所以 这个 只要他的这个背景调查是适合能够搜索的 那么就可以做这样的 我们今天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们来到个人信息 个人名字 这个中间名 我们先往填写一下他的中间名 然后姓 我会每一项都点击一下 让你们看看每一项代表什么 这个个人呢 这个人是 Andrew Andrew Rice 是他的姓 如果是有人填John呢 因为他填的是中间名 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要混响 Run先生是被领养的呢 那么他可能会经历有不同的其他的名字 那当然你或者改 这个或者离婚了 或者说是结婚了 可能性都会开始改变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底部 点击下一步 我想给你显示一下 如果你没有填写所有需要的领域的信息呢 那么这个这个领行的鼠标呢 他会知道你哪一些是缺失的 他会要求你去填写缺失的部分 这样呢 就可以实际上是一个保障 给我们保障我们把所有的必要信息都填上 那现在我们来输入一下电子邮箱 如果有可 如果这个邮箱已经出现在这个系统里面呢 我们系统会告诉你 输入他出生的城市 他那当然他在上面显示如果是出生在美国 如果不是出生在美国呢 那么你可能要填写一下或者选择他在哪个国家出生的 那么我想 波多黎高呢 事实上是被认为是美国的领土之一 如果是波多黎高出生的人呢 那你可以说我是出生在美国 波多黎高也属于美国领土 所以就不要造成任何其他的困扰 就不要输入是其他国家了 波多黎高属于美国的领土 如果是马赛祝赛社会社保号码已经扯来了 如果有可能 跟这个表格上是不一样 那你可能这个时候就要填写 如果这个个体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 可能可以选择其他 在你选择点击其他 下一步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进到下一步的环节 那么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参与者呢 或者这个被选人呢 他有四个部分需要填写 那么这个 督导呢 这个可见 可以 假如说紧急情况 你要离开这个电脑的话 有一些事情你已经填好了 如果是在55分钟之后你回来的话呢 那么这个系统可能会就把你谈出去了 所以我们只能允许你在这个表格 静止15分钟状态 如果你回来之后呢 那么你在搜索John Ryan的话呢 John Ryan 就会谈回到现在目前这个界面 就是说我们已经自动把你之前填的信息一天保存了 你可以看到在底部呢 这个让你呢 去添加 2到 2到3 一直到 你必须要把你的个人信息填写完后 提交我们才能够保存你的个人信息的填写 有人说 我要去电话我记得别的事情 如果你还没有空 把Ryan先生的信息都填入进去 那么 你可以删除这个信息 你可以在任何时候 在最终上交之前 前面几步你都可以删除 可以重填 比如说这个地址 你可以 你可以用 可以用鼠标 也可以用点击 他自动出来的一些建议的地址 Ryan先生他有个这个邮箱 我把邮箱 如果他没有邮箱呢 我们就把他地址设为这个和居住地址是一样的 如果他收箱 收几个收件地址 如果在过去五年 他有人住在美国以外住了五年 那么你要点击一下 在这里书面 比如说 那么如果你之前住在宾夕法尼亚呢 那么你就不用点击是no了 只要你在五 只要五年之内在美国都居住 你都可以填写yes 那么我要填写一下日期 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因为我填的不对 我会把这个挂例调出来 你可以点击挂例 那么挂例呢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个先生他是在美国以外住过三年的时间 那么 那么我们会检查一下 他的地址要一样输入 点击添加 那在你做这个事情时候呢 我们需要你检查一下所有的这个数据 所有的 你要重新点击一下数据 看那些填写的信息是不是对 如果 你可以点击那个叉叉 就可以重新删除 然后再来填写 你可以不停的添加他在 这个美国以内 过去居住的这个地方 然后再填写完之后 点击next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来到这个身份 这一环节 这一栏 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接受的身份证件的种类都有哪些 那么我个人建议你呢 那么可以进行一个截评或者下载 它也包含在发给这个 申请者邮箱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哪些证件是可以接受的 你可以把这些证件填上去 我可以说他在来我的这里报名的时候呢 拿的是这个驾照 是驾照的号码是多少 哪个州发布的 以及不能够驾照不能够过期 必须要填写一下这个有效日期 什么时候失效 失效日期什么时候 你可以拍照 你也可以扫描 那么你可以去去观览一下 我这里有一个这个文件夹 我会去上载一下我的 比如说这个驾照的复印件 那么一旦你上交之后呢 你还是需要点击提交 你可以看到 你的这个驾照复印件已经在这里 但是还是要点击提交 一提交呢你的驾照的复印件 就会输入到系统里面去了 那么如果旁边选择 没有选择文件 那就说明你的复印件已经被上载到系统里面了 如果你想的话 你还可以去上提交其他的类型的证件 最后一个呢就是同意 我强烈建议你们呢 去下载上载一个这个同意书 同意表格 那么我会去 那么我会去 我们接受pdf jpeg t file exiles file document file 和文这个文档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PPT 所以其他的文档的形式都是可以的 除了PPT以外其他文档形式都可以 现在我点击然后打开 那你可以看到 那么和之前的是一样的 我点击提交 这就意志着你的 你的 提同意表和你的身份认证表格 都已经保存在我们的系统里面了 那么一旦我们确定之后 就可以 点击提交申请表 你在提交之前呢 会pop出来一个提示框 那么告诉你有时候可能会有延迟啊 可能要花时间呢 你要确保你输入的信息都是准确的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呢 你可以点击取消 然后再回来重新检查一下 你所有填写的信息 从第一步开始 一步一步检查你填写的信息是否准确 那么一旦检查完之后呢 你再回来在这里就点击OK 那么就表示着你的所有的填写的信息 都要提交上去了和表格一起 那你会记到看到呢 注意到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叫做Roster 这个screen 要你们 我会在这里停顿一下 然后我教 比如在这里教你们怎么去搜索 我在这里搜索栏内 可以搜索这个人的名字 刚才我刚刚填的John Ryan 然后点击 进入 这里就显示出来John Ryan的所有的记录了 他有他的名字 他的这个职位是什么 那么这个三个小点的这个图标呢 那么可以告诉你他会用了一些其他的名字 以及他什么时候记录生成的 什么时候提交的 他的这个指纹还没有被采集 还没有被处理等等 那我们现在回到刚前的页面 我刚才提到了 如果我想搜索 那我想搜索Ryan先生的话 那么他也可以被 认为是 Andrew Ryan Andrew 如果你要搜索他的话 你会找到他 所以Andrew和Ryan和John 都是可以搜到这个同一个人 因为他是用之前用的是不同的名字 那么就像我一样 Michelle是我的中间名 Michelle呢有时候 我也用 但多数时候我都是用我的法例名字 我们现在再来回到这个 仪表盘的这个页面 我们会和第二和第三款 会更多详细的细节告诉你 在这个会议之后呢 你可以去试着去登录 你可以去在这里去搜索不同的类别的人 那么比如说 在这个环节呢 那么我就可以看到 在我的这个框架下 有哪些是被认为是合适的 或者是不符合标准的 这个申请者 在这里我可以看到10个申请人员 绿色的箭头表示 绿色勾勾的表示适合的 如果是红色的你的蓝框 或者是有红色的叉叉 就显示他们是不适合的 那么你就可以决定是要雇佣他们 还是不用雇佣他们 现在回到张前的页面 如果是Tiger 比如说你有一些紧急情况你要离开 这个就是 比如说刚才这个Samuel Jones 他是相同的状态 我现在点击他的名字呢 比如说我当时离开的时候 我是在这个身份见面 你一旦 所以 那么你可以 我想要强调一点就是 就是说 你保存的 你保存的信息意味着 你是还没有提交的 所以还没有被处理 或者还没有被完成 我还可以让你看到 比如说其他的类别有 就说已经保存的表 这个是不不适合 这个是不不适合 你可以看一下点击view 可以看一下 Math Miller 他是不适合 Mirabeth呢 他可以可能是我的员工 他也可能是新的人员 那么我可以把他这个标志成我不雇佣他 然后点击保存 再回到 再来回到我的仪表盘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名字就不再显示在我的这个 这一栏目了 那么你需要确保 你没有不适合的工作人员 在你的这个框架下工作 所以你要确保这些不适合的人 在你的栏目里面是零 那么我要给你们展示的就是 我要找到 昨天的一个输入的一个名的名字 我要去选一下Caracle Caracle呢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改他的邮箱 他是BRC项目的行政人员 他需要使用不同的邮箱 所以在这里我要改他的邮箱 我可以任何时候都更改邮箱 那么我还要改变他的这个工作职能 我要我要给他升职 我要把他变成PRC的项目的行政人员 我把他状态更成雇佣 那么我点击之后 保存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这些信息都已经被保存 被更新了 他因为是合适的工作人员 是合适的这个被选人 所以我可以提升他 可以给他升职 或者说决定在雇佣他 如果我做任何步骤都是准确的话 我应该收到一份邮件 告诉我 那么 我要提醒你一下 我用的是同样的邮箱 给你们培训的同样的邮箱 那么Caracle 他也会从他的邮箱里面收到一份邮件 邀请他使用EEC的这个门户网站 你可以看到 Caracle 你被授权去使用 那么 那么你一旦进入了这个门户 如果你被认为是BRC项目的这个行政人员和适合人员的话 你就会收到这样一份邀请 你会收到这份邮件 那么如果你没有 那么我们的这个服务中心呢 会帮助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可能要先点击一下BRC program的门户 你要看一下是不是这个账户已经给你帮你生成了 你在这个登录页面 刚才我给你看到了 用你的直接这个已经填写好的你的邮箱 这是邮箱我们已经认证过的 你可以使用邮箱 然后你的密码 然后你要确认你的密码 就是你先称成一个新密码 然后确认 然后点击创建 你刚刚记得我刚才说 你进入的时候先要收到一个认证号码 那么Caracle呢 他说在这里说这个认证是必要的 什么点击给我发认证号码 这样你就回到你的邮箱里呢 你就会收到 那个微软又给你发一根 发一个邮件 给了你的这个 认证号码 如果你还没收到 有时候要等五分钟才会收到 这里就是认证编号 认证代码 你要粘贴复制 然后在这里再复制一下 然后点击 认证号码 然后 我会 你只有经历过这个设置 这个程序之后呢 你才会来到这个界面 Caracle 它是跟我是同样的 位于同样的雨伞组织 它可能只负责DK2 它可以点击 它 然后它就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 候选人或者被选者 在它的这个框架下 那么就是和你刚才 和你一样的 和你职责是一样的这个 经历了相同的体验 那么就是说 凡是授权有许可证的 或者是有 经过BRC项目认证的 都可以来到这个环节 非常感谢你们的倾听 我们还有一个这个 Ticketing系统 就是这个问询系统 我们还有联系东西 客服中心 我们希望呢 你们能够使用这个BRC的门户网站 谢谢 那么我们还有第二个项目 第二个这个录制的video 我们会接下来进一步详细 教你们如何使用 如何填写 7 4 81 谢谢 你们参加今天的项目